Lio聊世纪天天的无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来看势必是游牧顶尖团战 这场比赛是中国团队对上GRL战队 那昨天的影片是打陆地游牧 今天是打游海游牧 游海游牧打法配置比较特别 开局的两村去盖城镇中心 多余来的一村就去盖码头 码头盖的时候还要把这个码头盖在这个海滨渔群旁边 这样子一来这个盖完码头的村民 马上就会自动去旁边捕鱼 捕到的鱼还可以直接放到码头里面 让前面的经济流程非常的顺畅 甚至你TC还没有盖好就有这个食物收入了 那待会出来的村民尽量赶快捕到五个人去伐木 五个人伐木之后赶快一直按游船 按六到八艘左右 这样子的话你的鱼肉就会慢慢稳定起来了 依据每一个团队的打法 封建时代可能会打火弹船 或是直接直层打炉炮弹船的策略都是有的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文明的部分 那先来看一下波斯人 Viper Viper选择在这个游海游墓里面呢 算是一个不错的文明 不管是城镇中心跟码头 这个生产的速度都非常快 所以它渔船造得很快 打海战也有一定的生产速度 可以很容易打出自己的战舰数量的压制 那整体来说波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 Hera選的是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在我們頻道中常常出現 尤其是遊牧的部分 因為遊牧來說西班牙人是非常好上分的 只要城堡時代蓋根堡出來 西班牙征服者到處亂佔 很多人是擋不住的 而且他的團隊加成可以增加這個貿易的黃金數量 所以西班牙人在團戰遊牧裡面是一個 算是快要是首選的文明 唉唷 看到了 對方也是有選西班牙人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DOT選擇是馬來 那馬來在遊海遊牧裡的表現相當不錯 如果有打贏海戰的話 他的海戰還可以用這個碼頭自動射箭 這個銀罐技術 而且還有三倍漁網的肉量加成 生時代速度有極快 很容易可以用這個時代的優勢 去用這個戰艦壓制敵人或是速帝王巨頭開拆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WP圖人 WP圖人最大的特色是三級時代速給兩百目 那給這兩百目的效果 當然在打海戰的情況中 可以很容易去按出更多的戰艦 或是按出更多的碼頭出來爆海戰 那如果不爆海戰的話 灑農田有一定的經濟加成 中後期可以打相攻 這個傷害值也不錯 而且有火炮 可以經營各種其他的狀況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中國團隊 這邊是有選擇的越南人喔 越南人的話經濟實力非常強大 而且所有的這個經濟科技都不需要木頭 而且升級速度極快 越南在遊牧的表現裡 是可以克制西班牙的征服者 只要這個藤甲攻兵數量夠多的話 所以經濟來說他有加成的情況下 又很容易爆出大量的攻兵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後期還有這個420滴血的寶象符可以使用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朝鮮人 朝鮮人的話存在其實有點像是西班牙人一樣喔 這個馬戰車也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這個大型箭塔射程非常遠喔 在遊牧中前期開稿也是相當適合 算是西班牙人前一個時代的加強版 就是西班牙人征服者一定要城堡才可以按出來 但是朝鮮人是充劍時代就可以開打的文明了 好 看一下下面有一個小打鬥 好 這邊短兵相見 下方兩邊的村民互看了一下 好 這裡想要拉野豬 那這邊道特有看到嗎 趕快圍一下 但是這邊直接繞幹 往上走 這邊可以消負仇恨 但不消仇恨也沒關係 已經有織布技術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圍牆 好 看起來道特是前期比較閒 還在看要怎麼搞事 好 這邊已經把木頭補到六個人了 那待會可能要再補第二個碼頭 要去補雙碼頭打海戰 道特馬來人打海戰的話有生死帶的優勢 那這邊就要來想一下道特會怎麼打了 好 道特的碼頭跟黑羅是一起的樣子 兩邊都是一起 那右邊好像有一家死歪的碼頭 所以只要知道對方的碼頭位置的話 待會就可以快速壓制敵人 那我們待會應該要重點看的是西班牙這邊 西班牙這邊的流程 要讓這邊西班牙流程看一下 六個人伐木 再來四個人去吃這個鹿肉 那魚船的部分要先看一下有按了幾艘 好 現在是按了四艘 好 五艘了 那現在抽名樹現在是十九村 好 看一下有沒有挖石頭 好 上面是朝鮮 那朝鮮沒意外的話也有可能會打直城 如果封建很穩定的話 沒有人任何來騷擾 就可以考慮去直接打直城 打馬戰車 好 這邊是兩邊小打洞 好 現在大部分的人開始升十代了 黑羅這邊點下織布技術 準備要來升級封建十代 這邊是打一個二十二P升封建 二十二加二 然後可以蓋堡嗎 看一下這邊的經濟配置 有沒有找到石頭 現在黑羅這附近是石頭沒有的 哇 這個有點衰啊 石頭居然這裡沒有吧 這裡只有黃金 好 現在黑羅要趕快去找出石礦點了 好 先讓大家升到封建十代 先看一下海戰的部分 海戰戰時大家是按到了八艘魚船 那這邊是朝鮮 也是按了六艘左右 那這裡馬來是五艘 那這邊已經開始打海戰了 道德這邊魚船沒有按太多 省出了一些資源 打入P圖這邊是升級十代給兩百目 按了三艘戰劍 哇 這升十代給兩百目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OK 黑羅終於看到了 哇 石頭在這裡啊 趕快來挖一下 蓋一下四級跟冰工廠 然後這裡補個採礦地 趕快來挖石頭了 那這邊石頭已經算是很慢在挖了 已經不是很OK的一個速度了 好 這裡趕快挖黃金 那待會肉要繼續穩定下來 欸 採礦地是不是忘記蓋了 Hera這邊 希望會記得 好 我一個採礦地 道德現在是正常開農 現在道德跟Hera是貼貼 那Viper上方就是YO了 那左邊是塔砲 塔砲跟Hera可以夾擊YO 那後方的綠色肥龍在角落裡 可以穩定發育 下方還有一位是LYX 大陸P圖 兩位都可以打海戰 那以肥龍這個文明來說的話 打海戰不是那麼適合 一樣是趕快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去壓制對手會更好 那打海戰比較適合就是灰色 灰色這邊 那道德這邊也是適合打海戰的 那到底誰要打海這件事情 是比較取決於是你前期有沒有 旁邊有沒有人 有沒有被干擾 或是打怪攻文明的一些特性 去決定到底是要去誰打海戰 會比較好 那朝鮮這裡果然是想要來插寶 Hera這邊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蓋寶 因為他這個石頭太慢挖到了 那朝鮮開啟就在石頭旁邊 很穩定了 就來挖出一棟城堡 Hera這邊是趕快來插個燒戰 看一下有沒有的蓋寶 但是來不及了 對方蓋寶已經成形 那這邊Hera可以選擇一個對差 城堡實在稍微升級慢了一點 還有30秒 石頭數量已經夠了 237還差一點點 這裡 要不要回頭挖一下石頭 還是要再直接用擺上的 尷尬尷尬 Hera這邊插 差一點點 買了100石頭上去 這邊做一個對差 對差的話就不會太慘 這邊直接插在臉上 你插我我插你 有海有牧就是這樣的一款遊戲 能先插下去的人就會比較有優勢 馬戰車出來了 這裡黃金只能收穿 馬戰車這個單位是比較不怕城市中心的 最主要是朝鮮 還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馬戰車是有吃這個工兵鎧甲的 這個單位 所以馬戰車在這個時候是非常難慘的 不怕箭矢 只怕城堡而已 甚至連這個箭塔都不太有感覺 好上方看一下 上方MIPER直接用投石車加騎士 壓制YO YO這邊是趕快轉出了城堡 藤甲弓箭手要趕快產生出來了 這個藤甲不趕快產 會一直被壓制下去 那待會後面再補一個工程七製造手 或者是修造院 防守來說會比較愜意一點 好海戰部分現在是道德壓制住了LXY 那現在看起來是有點半放棄打海戰囉 那海戰是有點打不太你的狀況 好現在戰車果然直接開到了城鎮中心裡 反正我就不怕你見死 只要讓你的村民受村 我反而更賺 現在黑老的村民直接被弄到生活無法治理 但是朝鮮抖音靈魂倒石也沒有辦法生活治理 聰明也是到處亂襯 大家都被對方的寶兵打到不要不要的 那西班牙正負者是比較害怕城鎮中心的 這邊只能稍微逼退對手 好兩邊都是做一個互換動作 你換我城鎮中心我也換你城鎮中心 這就是世界上最頂尖的玩法 好看到前期這裡沒有太多的奇怪打法 都是非常正規喔 而且就是有效實戰的玩法 好那越南這裡是繼續出了騰甲攻兵 上方RT圖塔套 這邊是準備3TC4 5TC開能上去 成為團隊的主力了 好那HERA這邊趕快繼續用西班牙正負者去針對其他人會更好 好馬戰車找到了DOT DOT直接被開入 哇這個馬戰車真的太麻煩了 收村15村馬戰車還可以繼續無雙 這就是馬戰車最無腦的地方 OK這邊直接開過來 村民只能到處逃竄 這個東進來真的有點虧阿 好那現在DOT家裡被騷擾喔 經濟有點差 這裡在追逐落幹的村民 好這個城鎮中心沒了 右邊又開了一個新的 黃金跟木頭又可以穩定下人 可以繼續製造出更多的馬戰車了 HERA這邊是用西針開始往左邊跑 那VIFER在上方沒有辦法去進攻 因為這裡有成甲攻兵出來了 而且左邊天下攻兵也會繼續騷擾塔塔這裡 現在VIFER趕快鬼轉3TC回弄會更好 因為繼續強攻下去其實不太OK 因為待會左邊的肥龍 這個西班牙周復者也會過來 待會要應付的人其實還蠻多的 那最好是有人在前期進攻 有人要開弄會比較好 因為那家開弄的趕快升帝王出遊俠 或者是轉一些比較有關鍵性的騎兵單位 會去壓制其他人會更好 那出怪那一家也要去打開弄的人 所以整體來說 打這個遊牧團戰是有節奏性的 但是兩個人開崗 一個人打海戰 一個人開弄 是比較正常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馬戰車直接把DOT打到生虎法治裡 那刀河這邊海戰可能會被逆轉回去 好這邊海戰來說 DOT還是拿下了絕對性的優勢 現在海上的魚可以補得很開心 那打到這邊也是打海戰 海戰也是幫隊友打下 兩個人打海嗎 看起來是兩個人打海 所以現在是海上方面的是 GEO戰隊拿到絕地性的優勢了 那現在GEO有補魚優勢 現在即使成人中心被壓住 肉也不會太缺乏 那HERA這邊漁船可能要再補一些 現在有海戰優勢的話 好這裡趕快再開個TC 現在HERA在回農狀態 現在朝鮮也是繼續出這個馬戰車 想要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但是這個實在是太坦了 6點傷害 馬戰車是天生遠防5點 可以加個二級射 才可以變成打兩滴 目前YO一個人想要牽制 MIPER跟塔套兩個人 但是這兩家完全沒有想要理YO的意思 趕快農 兩家開農上去 待會就要來打這個薩瓦爾 或是這個波斯戰象 有沒有可能 就不太可能 波斯戰象有點太浮誇了 但是以實戰上來說 波斯出這個波斯戰象的機率 比以前已經提高很多了 而且確實是以時效有用的 好 到達這邊的村民直接四處逃散 這裡被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到達之前只剩下海戰了 好 這邊陸戰轉了一些生鯉 遭翔馬戰車 好 最後找到了三台馬戰車 然後MIPER這邊幫忙按了幾隻駱駝 想要幫忙擋一下馬戰車 那馬戰車實在是很坦啊 傷害又高 好 肥龍的C章 開始來打MIPER跟塔套了 既然這兩家都沒有被騷擾 那MIPER這邊要仿鎮的話 用希望征服者 用這個生鯉或戰毛病是比較好的 好 這邊直接點 頭石車能點掉嗎 點不掉 好 這邊可以按幾些駱駝 因為C章數量其實不多 駱駝可以再按個幾隻 稍微防守一下 好 這裡戰車 再次開到了HERA的城鎮中心裡 戰車開城鎮中心 完全沒毛病 太強大了 好 下方的WT2 現在是4TC 繼續農 左邊雙TC繼續農 看起來西班牙兩家 現在是HERA農得比較快 但是很明顯 擋不太住這個馬戰車了 好 馬戰車被頭車砸 直接集火 點掉 現在麻煩輪到了MIPER MIPER這邊是駱駝還不夠多 現在要成型有點困難 有點在下水餃 好 現在有點尷尬了 現在YO看到隊友在做夾子 趕快從上方出場 現在出駱駝有點麻煩了 駱駝打不太贏 橫甲攻兵喔 怎麼辦怎麼辦 MIPER現在被壓制住 塔塔這邊要趕快救一下 那塔塔要怎麼救呢 要出這個 戰毛兵嗎 還是要轉 相攻呢 那以打WPT來說的話 戰毛兵是非常適合的 不管是要打西針 或是馬戰車 橫甲攻兵 戰毛兵 還有攻速加成 還是要趕快 鬼轉戰毛 哇 VIPER已經快不行了 大量村民直接在 城鎮東線附近逃竄 趕快趕快 戰毛兵 喔有 趕快轉戰毛 這裡城堡 不在右邊 下方這個位置 波斯人 VIPER 暫時沒有辦法 生活治理 一定要靠下隊友 HERA這邊也是被馬戰車 直接開到農田處 沒有辦法正常的開農 HERA這邊已經上個四個死人了 已經沒有人想要理他 好那現在巨猴龍戰隊 只剩下塔套 是唯一的希望了 好 海戰部分 現在 WPT 開始反打回去了 海戰部分 被收回去了 現在變成 中國團隊 有服務你的優勢 哇看起來有點不太妙 這根城堡好像也沒蓋起來 來 希望的征服者阻止蓋寶 完蛋 HERA這根寶 變成道特寶 最後停在78.3% 這個尷尬了 現在兩家 只剩下 Riper跟塔超 是最後希望 道特跟HERA 基本上是沒有戰力了 現在中國團隊 分數反超 具有的戰隊 再毛兵 趕快來擋一下 好 現在帝王四代要找個機會 升一下 但是如果暗戰毛病的話 很難升帝王喔 好 HERA這邊再一次嘗試 拉了更多的村民想要來蓋城堡 好 但是威爾已經把這個城堡 用一堆木牆給蓋起來 噴槳弓兵也在這邊防守 看來HERA要再次放棄來蓋寶了 蓋寶不成 正面馬戰車 回憶戰毛病的傷害 馬戰車被截掉了非常多台 好 這把看起來 具有戰隊是有點難逆轉了 現在兩邊分數一直在互換 誰列誰優 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感覺 好 MIP這邊起死回生 點下了帝王時代 打到這邊帝王時代也補一下 先點下帝王時代的是巨爾龍戰隊 中國團隊現在沒有人點帝王時代 現在是全力暴兵 想要壓制... 梅加 然後在這邊稍微回農 經濟開始有復速的跡象 閃出了森鋁 馬來森鋁的話 科技基本上也是滿全面的 所以打這個森鋁我覺得滿OK 那道德這邊策略可能也是要趕快 單TC速帝王 轉這個森鋁印刷技術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後期等火炮啊巨頭幫忙拆家 可能就差不多 現在道德這個經濟實力3TC看喔 應該是更補上遊戲節奏了 好 WP圖這裡是補下了更多射箭場 待會戰毛兵穩定下來之後 可以考慮直接轉向弓 升級方面就比較輕鬆一點 好 這裡毛兵 戰毛兵來打下 橫甲弓 橫甲弓被戰毛兵打還是有點痛的喔 好 戰車現在被逼退了回去 好 這裡繼續按生旅 好 左邊也有更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達魯P圖 卡套靠著一己之力 按了一大堆的戰毛兵 直接壓制三家回去 朝鮮 越南西班牙征服者 哇 三家都被戰毛兵少兵壓回去了 一個人擋三家 這個是什麼 旅步戰三鷹嗎 好 現在達魯P圖 升到地龍時代 點下一級農田 三騎爬木 然後這裡 Hera 也是很想要農上去 現在分數甚至比 道德的分數還要低啦 現在道德一直在幫忙守 一直按這個馬戰車防守 好 那現在Viper 升到地龍時代 趕快點下重裝騎士 再來剩下三騎馬鎧 有三騎馬鎧的話 就比較容易擋住馬戰車的傷害了 至少不會像之前那麽薄弱的感覺了 好 現在Hera的城堡 被拆除之後 這東西也受到了傷害 這裡的村民應該是有點難逃了 好 這裡騎士 趕快按 好 三騎馬鎧有了 騎士比較能彈的 好 左邊WP圖 要先去針對肥龍嗎 還有下方的灰色 WP圖也是個問題 還要回去 戰隊麻煩會蠻多的 好 那現在YO跟朝鮮 兩邊都是要趕快邊打邊龍 要盡可能趕快推出去 才有這個發展的腹地 好 Viper這裡有一拖騎士 在後面偷抓村民 哇 這一拖抓到了喔 這個PC要蓋好 趕快收村 好 Viper這邊是直接三線進攻 右邊幫Hera 上方來進攻YO 下方用騎士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好 左邊的部分 果然轉出了大象弓兵 速轉 然後趕快轉火炮巨頭 YO這邊繼續用成甲弓 配上巨城鎮中心 但是 西方的征服者 雖然沒有出了 現在Viper用這棵城堡去拖延時間 好 這邊想要手勢承城鎮中心 但是馬彈車來了 好 這種東西升級好 現在薩瓦爾只剩下一分半的時間 薩瓦爾一出來之後 馬彈車完全打不贏薩瓦爾喔 這裡馬彈車要想點辦法 可能轉個生旅 OK 有轉生旅 哇 現在團戰非常的慘烈 現在全世界都在開打 好 這邊YO的城堡 被Viper給砸掉了 下方也有一個小威魔打鬥 薩瓦爾這邊蓋一根城堡 稍微壓制一下下方的WP圖 L O Y X 好 現在WP圖 已經開始慢慢成型 大象弓兵開始推進黑龍甲 飛龍甲莉現在是轉出了遊俠 西增轉遊俠 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現在重裝騎士趕快升 那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西巴爾人的話要轉遊俠之外 也要轉戰毛兵喔 裝兵工廠趕快去研發科技會更好 不纏戰毛兵的話 相公騎兵很難去快速解決掉 好 那現在朝鮮稍微鎖住了 那現在Viper甲莉 薩瓦爾的數量還不是很穩定 但是遇到了越南或是朝鮮 打少阿爾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好 現在GRL戰隊 又開始分數反超了 這一波 感覺風向一直在轉啊 剛剛是中國戰隊 壓制GRL戰隊 現在GRL戰隊慢慢回農起來 中國團隊好像有點尷尬 完蛋了 完蛋了 薩瓦爾怎麼打 藤甲弓打不贏薩瓦爾阿 哇 這個薩瓦爾傷得太高了 三刀一隻 藤甲弓 而且還沒有三攻喔 如果三攻的話 是不是兩刀一隻藤甲弓阿 好像是耶 哇 現在藤甲弓遇到這個大麻煩 完全擋不住 哇 哇 二三十隻的藤甲弓瞬間只剩下十隻了 好 打槍弓兵 開始往前 這裡重裝騎士 轉身出來 但是遊俠 馬上也點下 但是依舊沒有後排 而且農田大量已經沒有辦法正常挖掘了 現在就算轉出遊俠 肉也不是很穩定 即使現在有捕魚也沒有下漁網 所以捕魚的優勢也沒有到巨大 一定要撒這個魚網喔 捕肉才會快 好 那上方的位置 現在薩瓦爾 還在繼續多線奔推 這裡有一坨薩瓦爾 哇 薩瓦爾直接硬吃疾兵 達魯P圖這邊轉入一些疾兵 但是擋不住Viper的薩瓦爾 薩瓦爾直接突破戰線 達魯P圖這個團隊加成 直接吃到帝王戰卯 還有攻速加成 看起來蠻強大的 好 那下方這裡是 繼續轉出更多的 遊俠想要擋出這一波 後方沒有戰寶兵 純遊俠能夠擋住大象弓兵嗎 好 那現在把重點轉移到下方了 YO的領地已經被巨型頭司機拆得差不多了 現在YO也開始慢慢往下發展 但是下方也變成一片戰火火海了 完蛋 遊俠升級好 但是遊俠數量也剩不多 只剩下十九隻而已 這時候Viper 三三來遲即時趕到 好 那前方就有薩瓦爾了 薩瓦爾跟遊俠打的話 也是薩瓦爾單挑會贏喔 所以薩瓦爾打遊俠的情況下 也是波斯大勝 也知道勝 唯勝 好 這時候HERA也點下帝王時代 待會G龍戰隊三家出關 中國團隊只剩下肥龍LYX能作為主力 朝鮮跟越南兩家都被打了下去 現在要回弄一下才能再變成主力 好 這時候我們來喔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G龍戰隊拿下比賽勝利 好 武匹圖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打到這一波戰毛兵1扛3 順利拯救了隊友 這個呂布直接爆打三家 順利沒到爆打 幫隊友守住了 那守住之後隊友回弄 VIPER的薩瓦爾出來之後 就可以兩人扛線 扛完線之後 HERA這邊也穩穩農上去 待會遊俠也在噴出來 那中國團隊確實沒什麼機會了 那遊牧呢 真的是隨機性質比較高 弱點就可以 決定這場勝負的一半左右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VIPER拿下資格上勝利 波斯這個海陸 都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持 真是蠻 蠻強大的 剛剛秘密VIPER被戰車開到城市中心裡 卻沒有損失太多的精細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要請幫我下載 有請關于 請教你 你們 請教你 謝謝